你要剖死剖我個人就好 我沒有意見 就好像吳小姐 就好像 我不知道有這麼多側語 我罵你的時候我都會罵你嘛 我不會罵到你妹妹 你老婆你小孩 甚至你的員工替你在上班的助理 我不會這樣罵人吧 做人要有道德嘛 吵架也要有個底線嘛 人家說 出來混的以前常有一句話 禍害不及家人嘛 那一樣這句話你們可不可以聽在心裡 禍害不及員工嘛 我的員工 他搞不好也有支持民進黨的 也有支持國民黨的 我也從來不要求我的員工要投給誰 真的 你們可以去問我的企業 我的政治 我的員工從來不參與 人家就是每天跟各位一樣 每天辛辛苦苦的上班跟下班 所以你今天當你講到我公司的時候 當你講到我員工有錢科的時候 說我是個黑道公司的時候 這就跟我個人 這不影響我個人而已 這不正在影響我個人 我跟你們報告 還影響到 來 工作的員工 還有來參加 陳吉思安的所有的會員跟客人 都影響到了嘛 大家也會對我開始產生質疑嘛 教練也要吃飯吧 員工也要吃飯吧 他們沒有惹你吧 就像我在罵 我跟健身公的老闆吵架 我從來不會去罵 健公的員工 我也跟大家講 你住進有健公你就去 教練覺得不錯就買客 我是不是從中施都要講 我只會跟老闆PK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嘴 他們底下的教練啊 業務 或者說身邊的員工 我不會去罵他的員工嘛 因為 我在疫情期間 我也甚至是 替健公 講話 這個補助要補 說這個補助 政府趕快補助 人家大家都是員工 大家都要吃飯 這就叫做 喔 你要針對 你針對人就好 你不要針對人家的家人跟員工 這是不道德 因為人家沒惹你嘛 我今天講這些是不是 是不是有道理 但是你今天你 你今天你 你今天你 來跟我講 我就覺得非常誇張 包含的新聞今天又做一篇說 館長說三分之一的年輕人都混黑道 我那天明明講的是 大家都看我直播 我說大家小時候 台灣人嘛 三分 我說三分之一的年輕人 一定都知道 哪一個小時候 不是在嗆自己什麼幫什麼派的 打來打去的時候 台灣人那個尿性 遇到事情在路上 就要你不要走 我打電話叫人 我說 而且我說 很多台灣年輕人 小時候就這樣打來打去 嗆來嗆去 我認識誰 我什麼幫的 然後長大了之後 當兵回來 大家都馬上去上班 小咖啡酒 神經病 那小時候的事情 我講的是這樣 結果他把我說 館長說年輕人三分之一都在混兄弟 所以這種東西我也不 我也不再解釋 呃 我也不再解釋 嘿 我也 我也 我也不再解釋啦 因為他們 他們要黑呢 他們要黑呢 這個東西 我都沒意見 哦 所以就是說 其實 我在講很多事情是非常有道理 不然今天不會有那麼多人看我 這是重點 瀏覽率也不會這麼高 這也是重點 真的不是重點 嘿 那 這個只是一個玩笑話 就是我那天 隨便講了一個玩笑話 啊 大家年輕的時候不是在 補他頭嗎 BOSS 我是不是這樣 以這樣開場嗎 然後最後我也說 啊 大家 退伍回來 大家都馬在上班 所以你說 台灣混的 多不多 大家都馬很了解 不要轉啊 好 那新聞就變成說 啊 我在講 大家都混 混黑幫 那我也沒有意見 如果啦 如果啦 我現在在跟所有的網軍 側翼 所有的民進黨人講 如果打阿館 可以讓資產變得更好 你盡量打沒關係 如果打阿館 可以讓黑槍不要這麼氾濫 你盡量打我沒關係 我願意嘛 挺多被大家念一念 大家把我當笑話看 好 自然會更好 年輕人 開始有房住了 我都在亂講話 年輕人哪會沒房住 年輕人都有 我們國家幫他補貼 每一家都有 每一個都有 地方都有公宅 我們答應的 我們囤房稅也下去了 我們一坪現在降到多少錢 我們現在司法很嚴格 殺人者判死刑 我們就馬上執行 不是可叫化了 哦 那我們黑槍也沒了 館長你在講什麼 如果 大家事實上是 你們這些人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你不肯面對現實嘛 你們都不肯面對現實嘛 你們沒有人會面對現實嘛 沒有人面對現實 只就是面對我講的這個部分嘛 台灣治安 台灣的司法真的爛到一個 黃國昌在我節目就有講了 法官怎麼貪污的 民進黨怎麼護航的 不是嗎 不是事實嗎 不是事實黃國昌早就被告爛了 他還說 哇 他還被告耶 還都贏耶 這個就是台灣悲哀的地方嘛 我們的節目 我們就擺在那裡 事實 都放在上面 很多 側翼跟網紅說 黃國昌都在亂講話 黃國昌淪為館長的打手 今天我們有意說意啦 哦 一樣嘛 那句話嘛 有椅子絕對不坐桌子嘛 有臉的絕對不戴面具嘛 今天就講事實 就是跟大家講說 難道我們那天開節目 現在已經八十幾萬人瀏覽了 難道我們說 裡面說的東西 是不對的嗎 或者說 難道我們裡面所有的東西 真的是一個 館長 淪為館長的打手 結果都要以額傳額嗎 就像刑事局跟我講的 以額傳額嗎 結果後來又自己說 啊對 就是沒抓到後面的人 所以很多事情 在這個社會上 如果你單止看網軍 單止看新聞 是對的嗎 看得出事實真相嗎 所以很簡單的是 我在這邊反倒是 我要勸各位 我要勸各位網紅啦 勸各位側翼啦 應該大家跟館長一起喔 來監督這個政府 大家一起喔 逼迫政府給我們喔 台灣人一個美好的未來 不論是年輕人 中年人 老人 這樣才是對的 我館長 我館長 我十五歲就出來做工了 做工的 工地 中島睡在房子上 暗時下 還要去檢查 騎7-11 騎萊爾夫 我做過了上百個工作 都是基層工作 送貨的 送汽車材料 機車材料 也去當過黑手 也去做過油漆 房子 水電 白梯 也做過點工 菜汽車 拐材 只要有錢賺的 以前勞力工作我都做過 寒冷的天 像最近開始冷了 以前要去環南市場拐材 那時候 環南市場是不會送信 三人保 國在市場拐材 環南市場 台北市環南市場 不會送信 都要從 凌晨 凌晨2點 我記得 印象深刻 冬天 我也沒有車 騎著一台迫擊車 從蘆洲 騎到台北市環南 兩隻手 都失去知覺 戴著手套 下著綿綿的小雨 手套濕了 手套脫下來 刮得要死 開始 工作 一坐下去呢 就像顆洋蔥 什麼叫洋蔥 當天穿很多 開始做工後 一直拔 一直拔 就拖拖拖 一個冬天 我可以蹲殺 為什麼你會看到一些笑的喔 在冬天都可以蹲殺 在那邊搬東西 真的 我以前也是這樣 一開始穿了可以 穿了很多嘛 後來跟洋蔥一樣 一直拖一直拖 這些東西 這些側翼懂嗎 這些網軍懂嗎 他們怎麼懂得 農了人間疾苦 他們怎麼懂得那種 我一天做到要死 我就賺那些錢幾塊 我做到要死 我一天賺錢幾塊 我十八歲 我二十歲 我的未來在哪裡 你不懂事情小明嘛 你不懂嘛 你不懂那種 我一大前叫女朋友 還被女朋友笑 連一台車都沒有 這樣就分手了 你不懂那種年輕人 甚至是一台 Toyota Artiste 從那邊開過去 他都覺得很幸福 我也想買一台Toyota 騎著摩托車 載女朋友 還被淋雨的時候 他連車都買不起 你不懂那種 人跟人之間的那種 他的那種小確幸 他的那種幸福 他把那種未來 對未來絕望的那種感覺 你不懂那種 他今天要出去玩 他去吃個飯 他也許 都要去 都要想老半天 我要不要看這場電影 我要不要帶女朋友 去喝這個咖啡 我消不消費的錢 我很自卑 一個男人 你不懂 你們政府的人 你們這些 懂嗎 你們 你們真的做過基層嗎 你們懂那種 每個月老闆薪資帶下來 幹你娘咧 一拿到薪資 就 還卡債 摩托車貸款 就學貸款 也幹你娘 剩下 做到要死 剩下1萬多塊 繼續過生活 網路 還是要用 然後 有些比較神的 欸 你要有Wi-Fi嗎 讓我找一下 你懂嗎 你懂年輕人 在想什麼嗎 你不懂 你只懂說 幹我要取悅這些小圈圈 你要叫政府改變啊 要叫政府做事啊 不能都當給財團嘛 誰很愛拚 誰跟財團做對立面 林北做對立面 誰出來跟這個 政府抗衡 我出來一個網 出來跟他抗衡 那你們所有人呢 你們也有年輕族群 你們也有年輕粉絲 你們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啊 這是個最嚴重的社會問題 不是嗎 我講錯了嗎 我以前 我還記得喔 我從泰山騎車到林口 那時候林口還不發達 為了送一根慢把 那個以前騎那 豪邁啊 我送那 送那 送那 去吃材料 我們在泰山嘛 那慢把都用 白的你知道嗎 以前哪有這個火車啊 用膠帶 纏一纏 有沒有 煙燈狗跟慢把 纏在那個 那個汽車的慢把 跟那個 纏在那個 豪邁旁邊 然後你就騎車上去 騎那個青山路啊 沿路騎到那個上面 穿著魚 穿著那麼多外套 比注意翔鋼老 到上面交完貨 在路邊抽根煙這樣 手這樣抖 溫度只有 那時候溫度只有七八度這樣抖 一天這樣送一天貨下來 就賺那媽的八百塊 八百塊 有啦老闆有 付一個便當啦 你做過嗎 你們這些網路車做過 你懂年輕人 你懂那種 哪一個不是都什麼 什麼醫生啊 什麼牙醫 什麼 大家都是行情很好的人嘛 觀眾15歲就出來工作 一出來社會就讓這些 老人家們欺負 你有被欺負過嗎 去擠 去擠沒有 補房間 你賣那種 賣那種 你就去 你就去判就對了 什麼叫做判 就是從 房子是不是一路一路蓋上去 像我們這種年輕人 就最該死啦 擠了啦 就是要把這一層所有的房間跟鋼子 喔 全部往上一層地 你知道那多累嗎 你不要跳過地下心就沒有了嗎 冠軍嘛 跳沒有地下心 你不要記記過嗎 我跟你講 進去 每一個人喔 都50分鐘就要出來換 不然會昏倒在裡面 那個溫度40幾度 濕度80幾 90幾 我忘記了 下去 差點會昏倒在裡面 一天多少 我做衣服的時候一天八百塊而已 我也是對做 我也是對做 衣服把你們擠賣 把你們臭屁辣子 把我們臭屁辣子 我也是對做 你有嗎 你們這些人感受過嗎 那今天我替人民講話有什麼不對 我叫政府趕快用這些東西 又有什麼不對 我認我自己嗎 我認我自己我就要像你們一樣 八著執政黨不放 國民黨很壞 我知道他很壞 我也沒少罵他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的是 你們側依永遠不敢面對我在談的事 現在最大的執政黨是誰 民進黨 他有絕對的過半數 絕對可以過法案的 為什麼不拓 為什麼不保護年輕人 你們民進黨不是說 民進黨都是年輕人的票嗎 你們做出來的事是挺年輕人的嗎 不是 只是想要利用年輕人 我今天有講錯沒關係 歡迎 但是你們都不可回答我啊 你們只問我每當問到這個 又在誤導人民 我問到立法院他們會說 國民黨杯葛啊 他們也想要過啊 這句話是他們最常拿出來用的 車椅也最常拿出來護航的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國民黨在杯葛你 所以你沒有辦法開會 所以請問一下齁 這國務機要費都已經 國民黨都杯葛到 連主席台都霸住了 過了沒有 過了 過了沒有 過了 萊豬過了沒有 都媽整個法院都丟了 都內臟心臟的 耳心的巴拉安的 過了沒有 過了 過了 民進黨要過的東西 沒有不能過的 歷歷在目 當發生這種事情 活生生的就上演在 我們這個時代 我親眼所見 我怎麼可以再 替你們 民進黨 去跟年輕人說謊 不好意思 我陳志祥並不是這樣的人 再挺 我他媽也要有良知吧 再挺 我也要有良心吧 我今天 館長今天是 這些粉絲他媽的 挺我起來的 不然我陳志祥算個屁啊 幹你娘的 你自己很厲害喔 你厲害 沒人幫你支持 你要跟一坨大便宜啊 你做人都不忘本啊 你們這些所有的側翼 網紅 哪一個不是 粉絲挺你們起來的 哪一個不是台灣人 把你們挺起來的 我們做人可以這麼 怎麼我現在有好過了 我現在起來了 怎麼樣 年輕人有放我戲啊 啊這些過了不好的人 或是說那媽的 被黑道欺負的人 你們有放我當作沒看見 不可以吧 事實就一直發生在台灣的社會當中 你先從我的側翼去了解 現在年輕人 跟中年人 中年人就跟年輕人差不多一樣慘啊 年輕人買不起房 中年人幾個買得起房的 現場三十幾歲的人 你哪一個買得起房的 爸爸媽媽給的不要算 來你聊天室你跟我講 三十幾歲到四十歲 是這媽的 國家最 最會賺錢的 就是三十歲到四十歲 這個中間份子 你們買房了嗎 事實在這裡 在聊天室 在 它發生在我們的 我們這個台灣很小 就發生在我們 的周遭 你走下樓 你們這些車衣 有良心一點 走下樓 樓下的7-11叮咚 歡迎光臨 弟弟我有事情問你 弟弟你打工喔 你覺得現在 台灣社會好嗎 你去加油的時候 問一下加油站 我也做過加油站 問一下中油加油站 問他們這些加油的 打工的 妹妹 弟弟 你們薪水待遇好嗎 這樣一個月過得舒服嗎 還是很郁悶 去問嘛 你們真的不會覺得不好意思 對得起你的良心 我這個人 我沒有辦法 我這個人就是我好大家好 我一個人可以累一點沒關係 我好大家好 那你要我死 你趕快給我死 我也受不了阿 整天都說到死亡威脅 誰又要打我 誰又要打我 整天我後面的股東 又說誰打電話給他 誰打電話給他 拿個幫派打電話給他 叫我小心一點 你最近就聽到什麼風聲 都來都來 快點要打死 我講的是為國為社會 黑道也有愛國的啦 我講哪裡不對 黑道也有 有些他就是不做詐騙 有些他就是做建築而已 他也不賣股 也不賣槍 也不搞詐欺的 我也認識那個很正典的大哥阿 不要拿垃圾來跟我比 垃圾來罵我 隨便他們 我今天我只是講一個 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的 我捐了那麼多錢 我當然知道社會發生什麼事情 很多人跟館長求助 我當然知道台灣發生什麼事 你們呢 不要說館長一直在花錢捐贈我 然後做贖罪 我跟你講是實在話 你們去捐錢 你就會發現到 原來這個社會這麼多問題 不是你們天天在網路上 很開心的 就罵罵人 勃勃自己黨內的粉絲的支持 台灣人就會過得更好耶 我今天只是想要讓 我的粉絲認為館長真的是一個 有為我們講話的人 就算沒有辦法改變 但是館長他努力了 你說館長你做那麼多 你還不是為了要做生意 生意大家都在做啦 你不用這個要來攻擊我啦 如果我這樣做 我想反話講回來 像那天有人說 館長你知道嗎 你當初推翻中天 你現在中天都在報你新聞 我那天就講了嘛 那為什麼三明治不報 這難道是我的問題嗎 還是中天的問題嗎 一樣的新聞為什麼中天TVB要報 為什麼三明治都不報 你應該三明治 你應該去問三明治吧 他們比較感到羞愧吧 一樣嘛 如果我今天館長這樣做生意 你們哪是什麼 館長就要騙粉絲賣東西啊 如果這麼好騙 那你也跟我 一起來監督政府 罵比我更大聲 你可以開任何的店 不要說健身房 開個美容院嘛 開個賣吃的嘛 開個電商嘛 我相信你應該 如果這樣子可以賺大錢 你應該可以比我才賺更多錢啊 如果罵政府 監督政府可以賺那麼多錢 大家都願意嘛 為什麼看不到 只看到一個阿管 因為巴著政府才是真正有錢賺 巴著人民是沒錢賺的 巴著人民你就等著跟人民一樣苦吧 這樣懂了嗎 當然是要巴有錢有事的人 你怎麼會跟他做對立面呢 我今天有沒有講錯 我有沒有講錯 連續續是這樣演的 電影是這樣演的 現實生活當中也是這樣啊 你今天反過來說 館長就是在割粉絲韭菜 為了要賣東西去攻擊政府 這句話真的沒邏輯耶 真的沒邏輯耶 我只想替台灣做事 剛剛股東還來 他又收到什麼封什麼封 我說 我真的是這樣講 我說要把他打死算了 反正 打我的後面也不知道是誰嘛 我每天也在思考是誰 乾脆不要想了 乾脆一次把我打死算了 反正後面也抓不到人 我一輩子都要擔心害怕 我不如不要怕 我不如豁出去 各位我講了什麼道理 我不如豁出去了 後面的人反正永遠抓不到 我是不是要擔心害怕一輩子 那我不如不要怕 死就死嘛 反正後面也抓不到了嘛 所以不要再個人前跟我講 你們這些王八蛋要打就來 要開就來 誰死還不一定耶 我死就算 我死之後台灣人更記得我 這樣不是好事一件嗎 人啊 我那天看一個電影 喔不是我已經沒講的 人就在輸送袋上面 他的終點就是掉下一個盒子裡面 我們最終所有人都會從輸送袋掉下去 只是先後順序不一樣而已啦 人最終都會死 只是誰先死誰慢死而已 死亡並不可怕 你懂嗎 阿管的阿管的死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 你走了沒人記得你 這是最可怕的 但是我相信我走了 台灣人一定會記得 台灣曾經有一個館長 為人民發聲被黑道打死 這個不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嗎 這個錢買得到嗎 求人得人阿 你打死我吧 來 如果台灣已經到這樣的 墨西哥 墨西哥文化 喔 非常墨西哥我也沒辦法 查案查不到 88槍也查不到 一大堆側意出來忽略了這些事情 把我們在為民發生的事情 調侃成一個館長只是要炒聲量賣東西 又講成了館長有什麼政治意圖 然後又連害到我的身邊的人都被講成黑道 我身邊的 我還是跟所有車椅講 你們有本事衝著我一個人來 也不要再罵我粉絲 粉絲無罪阿 粉絲就是你們的票 不要再罵 管粉都是腦殘 管粉都是弱智 管粉都沒讀書 你知道嗎 你知道管粉有多少新竹的工程師嗎 有多少高科技的分子嗎 因為工程師 懶叫給人家又小子 三公分 交不到女朋友 交女朋友又怕說 嘿呀 你是工程師阿 唉呦 我爸爸最近 得癌症 媽媽出車禍 弟弟小兒麻痺 我學會又講不出來 工程師哥哥可不可以借我錢 就很多的工程師被騙完錢之後 現在都不交女朋友了 好不好 欸 抖捏抖捏 唉呦 欸抖捏抖捏 抖了100萬 200萬 我的很多粉絲都是阿 人家說火山笑子阿 火山笑子嘛 對不對 是不是 你問他說 69怎麼69 不會啦 你問他說電腦他媽的怎麼動 他跟你講一堆啦 所以你說 我的粉絲都沒有讀書 都是菇采 沒 我不會去侮辱 就像昨天 那個吳小姐 我會去侮辱他下面的人嘛 他下面的人把我講的那麼難聽 但是我深信 總有一天你們這些人會喜歡館長 總有一天當 災難降臨到你身上的時候 你才會 當事情發生在你身上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館長講的話很有道理 人就是這樣嘛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吐呱吉 我不是 我不是 喔 就像呱吉那天講那個 很奇怪的東西嘛 人的利益受到損害之後 對不對 才在留言區給你比中指 阿不是 我不是在 我不是在這個 我不是在 吐茶 呱吉 我只是 博君一笑 好不好 喔 好不好 對對對 就是說 欸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所以有些事情就是 當你的利益受到損害的時候呢 你就會 你就會 你就會知道了 所以我不會去霸觀眾群 我不會說 我昨天有沒有講 阿去看激進黨的 下面的都是垃圾 都是腦粉 都是韭菜 都是你娘的 白男白男子 都是 幹你娘沒讀書 沒有吧 因為支持者 他也會 我很懂人 我昨天也有講了 人 本來就是這樣 我今天喜歡你 明天討厭你 後天又喜歡你了 我們是一個工作人物嘛 你也看不到阿館嘛 你也不能抱抱我 親親我摸摸我嘛 我沒有感情嘛 我只能最多就是每天 在這個框框之中 或是小框框之中 你拿手機我就變小框框嘛 你拿電視看我就變很大嘛 我只能在電視當中 在你家的螢幕當中 在你的手機螢幕當中 陪著你 我只能這樣跟各位建立感情 而且這個也是我最珍惜的 每天 被人罵 看一看 哎呀好多話想跟關分講 好想開直播 好想跟大家聊天 好想把這些垃圾倒給大家 然後你開心 我開心 然後他那邊被我罵得哭哭 哎呀被我罵哭哭了 現在告不了我 好不好 有時候我真的很幸運啊 我昨天才發一個文 真的覺得 你們這些側翼 真的沒有我幸運 當你們側翼被罵的時候 我 跟我差太多了 跟我差太多了 我上來 觀眾群加油打氣 看了就爽 你們呢 只能他媽的 在你的留言區裡面 他媽的互相取暖 這差很多 這差很多 千萬不要停 千萬不要停 人 大家 都眼睛在看 大家都有腦袋 你們千萬不要停 繼續把資源呢 通通用在館長身上 繼續打擊館長 你打的越多 館長明年 游行越好辦 我不會再像以前了啦 咕噓咕噓咕噓 然後館長就 竟然卡不噓 然後接下來就去 拿到法案傳票 然後就去給人家告 就去人家賺我零用錢 現在別想要來這一套了啊 現在別想要來這一套了 反倒我想要問 我這幾年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被告爛了 其實我勝數比較多 我再次跟社會大眾講 我的勝訴的案件比敗訴的案件多很多 因為很多告的你們都不知道而已 國民黨那時候告了我三十幾次 二三十次啦 而且有些都我不知道他是誰 國民黨告了二三十次 當別人都可以告我的時候 我現在說要告人了 我很少告人的 當我告人的時候 很多都會贏 我很少告人 我真的很少告人 能讓他算了就算了 大家為什麼今天我看到新聞下面一堆 白爛章 館長浪費司法資源是要告什麼啦 現在我浪費司法資源了 我操你媽的 然後我被告的時候就說 告死他 告死他嘴在秋啊在罵髒話啊 喔多年前的新聞啦 告死他 弄死他 然後我告就是浪費司法資源 欸我被很多人輪監過了 我現在只是想要打個砲而已 你就說蓋林你還不行 我在強奸人家 什麼東西啊 人家都把我告到他媽都爛掉了 你娘勒 幹 我不能告一下 我告一下我就浪費司法資源 人家都把我告爛了勒 你幹什麼東西 怎麼沒有衛生紙啊 三層潮汐水 柔韌更升級 Notorious 吉柔三層衛生紙 新包裝上市 為什麼要走 為什麼沒有衛生紙 有了 三層潮汐水 柔韌更升級 Notorious 肌肉三層衛生紙 新包裝上市 第一個我不知道你這一段又在打什麼東西 第一個我講實在話啦 道歉對道歉啦 你這一段在打什麼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首先如果雞排妹要來了解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你方便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兩年兩年來的所有的 所有的紀錄 我和黃河上在講的事情 你不能說我們為什麼針對民進黨 民進黨他放了12次 去看這個黑幫就是寶兒會 然後陳明文放了4次 我再講一次 喔 雞排妹 也就是司法院裡面的矯正署 也就是司法部門啦 矯正署 矯正署就是專門在收納犯人的 叫矯正署 叫監獄啦 他們 開了12次的 就是人家黑幫直接打電話 命令 典獄長 我要看人啦 這樣放了12次進去 而且都是違法的 民進黨怎麼辦啊 兩支聲劍 退休安全下樁 你認為這對嗎 雞排妹 這跟國民黨無關吧 我今天 我覺得 國民黨有錯 我絕對往死你罵 但是今天這件事情 是誰做的 是民進黨的司法部門 矯正署 然後那時候新聞鬧很大 民進黨應該每一個人都知道 如果他們正義的話 他們常常罵國民黨黑心 國民黨垃圾 結果現在比他們更垃圾 那時候全國華然 蛤 什麼館長打館長的保和會 結果 民進黨的司法部門 居然放人家違規 接見12次 光是那個典獄長喔 光是那個典獄長喔 這是不是非常嚴重的 結果沒有查他案子 監察院沒有動作 照理說這種人要抓起來嘛 你是不是跟黑幫勾結 要壓他嘛 要深壓他開始調查嘛 什麼都沒有做 安然讓他下樁 讓他退休 然後寄兩支身戒 這是什麼概念 你各位要從國中畢業的 國中一畢業的當天 你畢業證書都拿到了 你老師跟你講說 我敬你三大過啦 就是這麼的北南 老師然後勒 然後你畢業了恭喜你 你可以繼續念高中了 可是我要敬你三大過啦 喔 三大過然後勒 然後沒有啊 然後你就去讀 然後就沒事了再見 就是 退休之後 寄他兩支身戒 請問一下影響在哪裡 他就退休了 退休金也全拿 沒有扣半毛錢 就安全下樁 監察院沒有動作 檢調也不敢查 就這樣沒了 這黑不黑 你可以跟我講這黑不黑 一個 一個點獄長 點獄長喔 這麼大的官 讓黑幫進去 違法接見12次 我們政府 什麼都沒有查 重點 什麼都沒有查 這個 這一個 這個點獄長壓了沒有 沒有壓 這個點獄長檢察官 去調查沒有調查 監察院動作沒有 司法部門給他什麼懲戒的 當時都沒有 等他一退休之後 開記者會 喔有啦 屬實啦 真的有發生這些事情 屬實喔 雞排妹 真的有發生這麼離譜的事情 啊我們有寄他兩支身戒 這樣你可以接受的話 這麼扯淡的事情 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無話可說 我無話可說 你要了解為什麼今天我們那個影片 出來 人民會憤怒 點獄長耶 就很像我們看很多韓劇 看很多日本片 看很多美國片 其實監獄呢 他就是一個 另外一個世界 裡面呢 點獄長就是國王 他在裡面呢 整個監獄都在賣毒 整個監獄裡面都是黑幫 點獄長在控制 喔 裡面的老大要幹嘛 都要拿錢給點獄長 然後點獄長就 放行讓你進去 讓你在裡面為非作戰 像不像 像 那 韓劇嘛 事情爆出來了 這個點獄長不是被抓 抓去坐牢了 就會被打死 結果我們台灣呢 帥 兩支身戒 不調查 不起訴 不偵辦 民進黨全部幫他歐趴 這就是你支持的政黨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今天我為什麼會憤怒嗎 不光光是因為我中槍的事情 是因為我中槍之後 把原本 在陽光 蓋在 蓋在蓋的事實把它掀開了 這塊遮羞布掀開了 彈在陽光底下 臭模模 你想像一下一個點獄長 違法接見12次 然而就保和會就違法接見12次 其他的幫派呢 沒有爆出來的事情呢 監獄有多黑呢 之後居然沒下文 之後居然完全沒下文 也不調查 監察院也沒動作 檢察官也不偵辦 這個人就退休了 然後呢 他的退休金一毛沒少 然後跟記者講 我們借他兩支身戒 這樣你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真的是 毀我三關 這種人應該抓起來 這種人應該 令難調查 他是不是跟黑幫我勾結 我說的沒錯吧 怎麼會違法 這太嚴重了吧 換作我 換作一個正常國家 這種 這種官早就收押了吧 應該先押起來 看後面是誰嘛 有多少人設案嘛 為什麼不敢辦 後面牽扯的人太多了 不知道有多少人 不知道他們政黨裡面有多少人都是這樣做 從法律的程度 從監獄的程度 民進黨不知道這樣做多少次了 合理的懷疑嘛 被抓到了12次嘛 陳敏文4次嘛 加起來16次嘛 沒抓到的呢 其他幫派的呢 其他監獄呢 全部監獄都歸民進黨管啊 他們管司法權的啊 司法部長他們任命的啊 你到底懂不懂 為什麼這時候你跟我扯國民黨 這時候看國民黨什麼事 請問一下中央誰管的嘛 司法部長是誰任命的嘛 蔡英文 蘇貞昌 內閣誰組的嘛 小英 最大權在誰手上 小英 你他媽跟我講 國民黨這三個字 這時候我就沒送 國民黨很可惡沒錯 國民黨以前黑金政治沒有錯 雖然我們人民賭藍 我才投給民進黨 但是你現在比他還黑 小英文 試想一下 如果今天是國民黨 犯了這種違法十六四接見 反過來 你民進黨 欸棒喔說啊嗎 你民進黨早就上街頭抗議 民進黨的尿性 早就喔 洗腦年輕人 你看我們的國家沒有未來了 大家上街頭 衝進立法院 所以才有太陽花嘛 是不是嘛 那你現在到底在寫什麼 我今天我罵國民黨不會少 我前面就有拿新聞給你看了 還有更多的新聞 你光找國民黨告館長 很多啦 很多啦 你隨便找都找到 隨便找都有啦 喔 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這件事你還記得嗎 還記得嗎 全台灣啊 全台灣啊 也只有我啊 支持同性戀 支持到被告 那時候你民進黨又在哪裡 你雞排妹又在哪裡 國民黨的說 同性戀是怎樣怎樣怎樣 我就出來 我幹你娘七八勒 你問我的粉絲啊 講阿小 好 幹你娘七八勒 然後後來這個藝人很好笑 他還上去 我不知道找不到那個影片啦 他還說 什麼 館長喔 我這個7-11對話 來來來 盧坤福不滿地說 有幾位年輕人在超商人面 面臨對話 來 彼此問後語居然是罵髒話 詢問年輕人為何罵髒話 年輕人說 館長都可以罵 我為什麼不能罵 我找一下有沒有語音 找一下啦 我記得有這個新聞他有出來講的比較好笑 這立法過了嘛 上台面 我現在都是尊重的喔 問題點不要指出來 他提出說 他如果小朋友的老師是同性戀他要轉班 學校不讓他轉班那怎麼辦 他老師教出來 同性戀他教出來的傾向 他學生一定比較也偏向同性戀啦 這樣會怎樣 這個部分當然需要溝通啦 要怎麼溝通 真的覺得他的小孩子 要怎麼溝通 他整班都要刷 整班都要簽 如果我的小朋友是三年級四年級啦 他的老師啊 是有同性戀的傾向啊 那我也 我也不想要我的小孩子是同性戀者嘛 班上有人提出的話 我跟你說 以後啦齁 全世界齁 絕對很多同性戀人要成立我們台灣 為了你絕對會面臨著嘛 或是要開一個同性戀班 你覺得現在你如果去搜尋的 那兩三個小孩 大家來對話 問候羽就是撤到哪兒叫 人家說啊你是怎麼可以撤到哪兒叫 啊館長也可以撤到哪兒叫啊 啊大家民意代表都怕的嗎 大家民意代表 拍面上的人都怕他嗎 李必連把 他已經違反社會倫理啦 他的行為齁 已經不對了 我絕對要來隔 無論如何絕對要來隔 謝謝 我請問一下喔 你在網路上還可以找到更多 因為告我的國民黨太多 跟我吵架的國民黨更多 韓粉實況主韓本直播主 挺國民黨的直播主 我每一個都跟他們PK過 我講一句難聽的啦 2019年2020年啦 他們的火力啊 他們的答辯能力啊 他們的論述啊 真的比民進黨的車椅好太多了 說實話 說實話 現在民進黨真的是 又愛又愛草 然後呢草的東西就沒道理 又要硬撓 然後我講的呢都視而不見 喔我聾了 館長說什麼 呃居住正義喔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聽不到 我聾了 館長說什麼 司法正義喔 我聾了 蔡英文答應我聾了 我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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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立委過半 我不知道 我沒聽到 你怎麼不罵國民黨 你怎麼不罵國民黨 欸總統是你們家的 我不知道 你罵國民黨給我看 我不知道 你罵國民黨 你罵國民黨 總統你們家的 總統你們家的啊 內政不吵 欸啊你罵國民黨 你為什麼都不罵國民黨 你罵國民黨 我聽不到 我跟你說什麼 你都國民黨 我總統你們家的 國民黨啊 這段要幫他撿起來 直接要幫我們這段撿起來 你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你是不是這樣就要出一個新聞 我幹你老母咧 這句話順便要不要 前後嘛 你這樣我教你結嘛 前面ㄡㄡㄡㄡ後面切掉 館長罵ㄡ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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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dz罵ㄡ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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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ㄡˊ 順便來一個新聞嘛 跟你今天雞排妹拿來黑我的那個影片 還有所有年紀人三分之一都黑到 都一模一樣 你順便做一個 每天都來做 自由 三立 民視 還有鏡週刊 鏡週刊也很愛寫 民進黨媒嘛 也很愛寫 來 啊鏡週刊跟我告欸 最近還要跟我道歉欸 真的 那個三重館的事情 現在差不多了 你們 在法院說要跟我道歉啊 啊 還是要繼續寫爛新聞 還是要我繼續告 那就繼續告 好不好 鏡週刊 皮在癢是不是 所以剛剛我告他三重館亂寫嘛 他在法院 說要跟我和解 啊現在皮又在癢了是不是 網路上的東西有 我的直播都在 你要這樣洗一般社會大眾 就算了 洗一些社會大眾 無知的社會大眾 然後去頭去尾 說什麼 館長支持性殺老 館長那媽的說台灣三分之一都黑道 我去你媽的勒 我動不動叫粉絲嚇我懶叫 幹你娘 要不要爆嘛 要不要爆嘛 我動不動就在跟粉絲吵架 我去你媽的 我幹你老母勒 哎呦 館長要幹我媽 哎呦 新聞 好不好 館長 新聞 我標題幫你想好了嘛 好不好 館長 幹粉絲老母 悲場下場 瀑 然後就剪一段 啊 幹嘛 激發你們粉絲 我幹你娘 幾百 我等一下去你媽房間 幹你媽 你以為幹你娘是跟你開玩笑的啊 然後結起來 然後旁邊 哦 在民國幾年 哦 什麼什麼的 哦 啊 下面寫說 哎呦 難道大家要支持這種人嗎 哦 然後下面再放車椅 全部洗衣 是 全部他媽 哦 對呀 垃圾 哦 管倒這個人他媽的 什麼什麼 哎呀 雙標啦 哎呦 都沒聽到罵過國民黨啦 就這樣 最近的新聞就是這樣 這個排序 我都可以當記者了 小時候不唸書 長大當記者 當記者現在不是去外面 當記者就是 哎 網紅說什麼 趕快 東捷 西捷 東操 西操 就可以做一篇新聞 怎麼攻擊一個人 首先 你要有一個新聞台 再來 你要有側翼網軍 在下面留言 哎 這樣就可以黑一個人了 非常簡單 你以為現在是白痴啊 你以為現在是白痴啊 你真以為啊 老子八年來 風風雨雨 無數大小戰爭 我怎麼屌你啊 你只讓我覺得 哦 真的 我真的這一次真的 做的真的是對 我真的為了台灣人民 我受這個委屈沒關係啦 第一 我沒有領你 納稅人的薪資 第二 我也沒有參選 沒想到最終 排黑 掃槍 哦 排黑掃槍 這個掃毒 掃這個黑幫 哦 原來是館長弄出來的 你們還真敢講 你們民進黨還真敢講 館長弄出來的嘛 叫雞排院來洗嘛 叫車衣來洗嘛 然後讓一大堆人在那邊笑 我真的 我 我去看了雞排院下面那群的留言哦 我以為是黑幫治國欸 大家都好像很享受 滿地都撿到槍 每天都開槍打死人的那種 令我訝異的是 裡面還有要選 曾經 當然是選輸啦 還有要選議員的人欸 在裡面這樣子 一搭一唱 是噁心哦 大家昨天都看到了嘛 昨天都有去朝聖嘛 一搭一唱 好像恨不得台灣是黑幫管的 反正你們黑幫去找館長嘛 他弄的嘛 哦 那我弄的 好 我弄的 什麼弄的 哦 那台灣人民以後就是聽我的就好了 你們以後都聽我的就好了嘛 反正我又不拿你們的錢 我又可以叫政府做事 那叫立委通通下台 明年 我看你要選什麼 沒關係我慢慢來玩 哦 選舉的時候就不要 我現在在那邊講 到時候選舉的時候呢 我們不會邀請任何人 不會邀請任何人 要來的自己聯絡我們 我看心情 我相信應該沒有半個民進黨的敢來 沒有半個民進黨的會來我的節目 你來我的節目 試試看 我絕對不是像之前這樣做的哦 不要像狗一樣 我覺得你們肯定不會來 不會來找茶嘛 不要像狗一樣 不要像乖乖的咬著尾巴 回來找我 你還像狗一樣 2018年一堆狗 2019年一堆狗 2020還是一堆狗啦 愛你的時候用你 你在跟政府講道理 你在希望政府做事的時候就黑你 我今天有講哪一條是錯的啊 我哪裡有講錯啊 湯屋嘛 田獄長嘛 陳明文嘛 我的槍擊案嘛 社會上的槍擊案嘛 殺警嘛 我本事被殺嘛 一大堆人被殺嘛 正義得不到伸張 以前我們玩遊戲 我們的法拉會說 正義終究得到伸張 我生你老不老肌呆 正義在哪裡 這一堆演戲 哎呦啊 現在我們又要做啦 我們剛剛發生 陳明文說要做啦 民進黨說要少啦 那你們可真廢啊 你們可真廢物啊 跟我沒關係嘛 跟館長沒關係 我民進黨自己要做的 哦啊真剛好 罵完了馬上就做了嘛 是不是 啊就是沒做嘛 啊現在趕快亡羊補牢嘛 垃圾 這樣垃圾政黨 大家要停下去哦 卻黑一個替台灣做事的人 而且沒拿半毛錢 這樣的政黨 大家繼續要支持啦 那你永遠看不到新聞真相 永遠看不到 真心為國家付出的人 只看到他們這些虛情假意 為了選票演戲 我今天再問一句啦 國務機要費 一大堆國民黨在台上扔東西啊 都可以過了 都可以過了 都來響應 都來號召 他就是出一個招嘛 其實他自己也不敢改嘛 然後說來哦 我們第一個提出的哦 民進黨最喜歡玩這一套 我們第一個提出的哦 現在館長的槍擊案 就像掃黑一樣 是我們提出的哦 有功算我們的哦 有鍋館長杯 你要打打館長 但是選票要投民進黨 民進黨要掃黑的哦 但是你黑幫不爽要打打陳之翰 是這樣子嘛 今天讓我得到的結論 過了 這個法過了 掃黑成功了 算我們民進黨的功勞 但是要殺 殺陳之翰 要殺殺陳之翰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演嘛 排黑條款 你用啊 你讓他強行通過嘛 我支持 用 用下去 用下去嘛 對不對 用下去 哦不要不用 馬上用 選舉前打假球啦 還有什麼 啊 這條法我看能多久 來大家 大家等著看哦 陳明明先生千萬不要走哦 來 陳明明先生講的嘛 來看一看這一段 然後 你不要 我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又演嘛 演嘛 這個什麼時候 四天前 就是我罵陳明文的時候 他 趕快 哦 說他們要通過 組織犯罪條例 槍暴管制條例 要修 要修 哦 要修 來我們 我們等他 我們等他修 然後我現在跟大家預告 如果他修得不夠好 我不會 我會繼續找你 修很簡單嘛 各位懂我意思嗎 其實他在講說本來是行旗 本來講說 七年 三年到七年 他可以改一個 那這樣嘛 三年到八年 這樣沒有意義各位懂嗎 立法是要把基準年 也就是說他這個最少三年 把他調高 你要調那個最少的 最少的要把他拉高 也就是說你只要持槍 抓到十年啦 然後有泛濫另外一算 但是如果他又立一個 好你叫我們調嘛 他調上限 下限不動 沒有變 譬如講說 三年到七年 他三年嘛 三年起嘛 七年是上限嘛 他調一個三年八年 有啊我們增加一年 但是 法官還是輕判啊 因為你的低 你的最基數在三年 那這個就是打假球 各位懂我意思嗎 這個法就是打假球 我們有過了 法官不判 不干我們的事理 司法獨立嘛 司法獨立嘛 這一招厲不厲害 我們等 是不是用這一招 我們等著看 館長現在多少 大家幫我記得齁 2022年12月6號 是不是打假球 我等你的案子出來了 館長髮忙啦 我髮忙啦 我直接拿給律師看 拿給黃國昌看 他就會解釋白話文 到時候我再開直播 我在看你怎麼修的 修的合不合理 還是他媽脫步子放屁的修法 還在根本亂修 等著看 等著看嘛 組織犯罪條例也是啊 他們最怕修組織犯罪條例 最怕修這個人 當然這個是我們台灣最需要的 因為詐騙嘛 詐騙黑幫就是組織犯罪嘛 你知道我們台灣的組織犯罪都判超親的嗎 判了一年的兩年的 是要笑死誰啊 大家去看一大堆都不成的 台灣現在喔 組織犯條例就一年兩年 一年兩年 館長那個開槍打的也就一年兩年 大家想一下喔 我用黑社會 我組織一方人 我去犯案 結果你以為很重嘛 喔 你們巨重呢 你們幫派呢 犯案一年兩年 你在看他怎麼修 我在看你怎麼修 我最近請律師 幫我整理案件 台灣一些可憐的案件 然後判得很離譜的東西 我把它翻出來 各位就知道 我們台灣司法真的爛到靠北 幾乎重刑犯 全部都侵犯 持槍 詐欺 全部都侵犯喔 我跟大家報告喔 也就是說你一輩子的所得都被炸光了 然後這些人呢 進去兩三年就出來了 然後把錢藏好 把錢藏好 等於嘛 喔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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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了一億 譬如講我炸了一億 我進去 喔 罰官判多少 三年 三年是什麼概念 他如果沒有錢割的話 一半就可以報假釋了 可能關一年八個月 人就放出來了 然後 錢藏好嘛 出來就有一億可以花 真的是我們台灣的法律啦 他們死不休欸 他們死不休欸 一定要一個平民 向你們白出來 亂亂亂鬧鬧鬧鬧 鬧上電視 鬧上新聞 鬧鬧鬧鬧鬧鬧 然後才肯願意 才肯願意說 喔 終於要修了 我看你民國幾年修好 垃圾政府 2016年執政到現在 你做什麼雞巴 我的直播都留著 你們的立委一個一個 2019年來有節目上面 放狗屁一堆 你們做了什麼東西 你們哪一個人做 做了什麼東西 什麼都沒做 那時候一堆來說 要用屯房睡 睡咧 睡在哪裡 為了年輕人 喔 所以你們這次投給民進黨的 你們沒房子住喔 你們自己去想想 6年前你投給民進黨的啦 你6年前投給民進黨 你20歲 我打個比方 甚至22歲 24歲 6年到你搞不好 30歲 30出頭歲 你現在變中年了 你還要投給他喔 你要繼續相信這群垃圾喔 你說公仔來不及見 那你法律馬上修嘛 馬上下去嘛 為了人民好啊 不要 不要 不要拿財團的錢嘛 如果是我 我有什麼不能做的 我一定馬上做 我一定馬上做啊 為人民好的事情 為什麼不能做 這種事情就是 損失到 損失到這些既有 既得利益者 這些財團而已啊 這有什麼不能做的 房屋池多的人 就重稅刻下去啊 對不對 租金就是 房屋透明2.0 你哪一個給暗砍的 哪一個不給 大家都知道啦 房東也很誇張啦 一堆不讓你報戶口的 一堆不讓你報所得的 也就是說 二代健保 壓在房子上的 租金多少他都不讓寫 為什麼 他省稅嘛 他不想被政府賺這個稅金嘛 所以我們的房價 我們的租金都不透明 政府也當作 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這樣 瞎了 瞎了狗眼 瞎了狗眼 這麼多年過去了 大家記不記得2019年 要選錢搞一個 他媽的 什麼登錄房價2.0啦 有用跟沒用一樣啦 大家不是都在罵嗎 你這樣也是不透明啦 2.0啦 到現在修了沒有 你連實價登錄 他都沒有做確實 你覺得租金會不會亂開 各位 你覺得房價會不會下去 他今年就要像2019年一樣打假球 他一定會過一條什麼什麼的法 大家等著看 絕對就是 跟贏勒 修毛而已啊 修根毛而已啊 不是為他打房 是修給我們看的 但是呢 這個不能傷害到建商的法 你等著看 譬如講 本來3%歲啊 4% 4%了 有 我們有做了 多1%啊 多1% 多你媽 G8%啦 譬如講啦 有 我們有修了啊 有啊 1% 多了啊 多2% 2% 你自己想清楚 你們自己想清楚 要投給誰 我沒有意見 我只在反問啦 喔 這樣的政黨 不虛心接 不虛心檢討 然後呢 利用媒體 利用網軍 修理一個 為國為人民的人 有你們伯 我講一句話 哪一個是為我自己 我再三問吧 哪一個調好 叫你們過的法案 叫你們做的事情 有一個為我 存在 存在個人利益 也就是說 喔 你辦了這個東西 我可以賺多少錢 沒有 然後就為什麼 他們 全部都很不爽 全部都很不爽 為什麼 完了啊 這辦下去 他們就完了啊 所以我們的政府是這樣 那麼多個立委 民意代表 什麼叫民意代表 人民的聲音他聽到了 他去立法院 然後去做人民 托福給他做的 希望 墓地 人民的心聲 由立法委員去 一百多個立委 去 然後修 然後監督政府 監督政府喔 立委是要監督 監督中央喔 監督官員喔 結果他們在幹嘛 左手 監督右手 你最常打手槍的那隻手 監督你的老二 會監督嗎 會監督嗎 哎呀 館長直播 用手講老二 悲慘下場鋪 哎呦 館長這種人 直接在直播上面說 用手摸老二 這種人你也支持啊 喔 無限上綱了 哎要不要 經文要不要再做一篇 啊 新聞做一篇 新聞要不要再下一篇 啊 館長這種人你也相信啊 館長剛剛直播說 什麼手啊 老二的 臭你媽什麼 莫懶叫的 這種人你要相信啊 黃國昌你支持這種人啊 果然黃國昌淪為打手 你還要玩這套玩多久 老子看你玩多久 把台灣人民當作弱智 能當多久 我還在 你發了那麼多天的新聞 請了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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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發動了這麼多的網軍 喔 然後這麼多的一些側翼 集體攻擊 我一百 我一個打一百個欸 到現在我還站在那裡 你死了多少人了 死在沙場裡面至少 今天雞排妹又被我殲滅了 下一個是誰 下一個是誰 再來嘛 喔 還有精進黨的也跳進來了 下一個是誰 再來嘛 只有你們靠中寶台 只有你愛台灣 我們都不愛台灣 我們都不愛台灣 媽的B咧 垃圾 只有你們愛台灣 我們都不愛台灣 幹你娘咧 今年再玩這一套 我前面就講過了 喔 今年你再玩這一套讓我看看 讓我看看 我看看 我看看 給我看看 給我看看啊 是不是 褲子脫下來 我看看是不是還寫四個字 抗中寶台 來 給哥哥看看 褲子脫下來 我看看上面有沒有寫 抗中寶台 嗯 讓我看一看啊 對啊 customers 你們 我們 櫻子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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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你 我們 你扣我30多歲了從小看 好好好 好好好 有沒有那個在爸爸的那個 爸爸的那個 那個稿丸裡面就看過我了 你還是個金蟲的時候就看過我了嘛 對不對 官長我在我爸的那個 我還是調金蟲的時候呢 我爸都在看你直播了 我在他的稿丸裡面他媽我就聽到了 有沒有 我現在我媽的肚子裡面就開始看了 我現在我媽的肚子裡面 我就還沒禿頭 你他媽一直禿 這禿林娘的雞巴啦 他媽哪裡禿啦 大館只看到不是民進黨的無心帶 看不到賴清德、陳其邁、林佳龍隊伍的肯定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跟我肯定 好不好 我也沒有說他們不好 好不好 齁 林佳龍 我不是啊 他們可以來啊 他們為什麼 他們可以來啊 可是現在沒有嘛 就一直attack我啊 好像他媽的 就一直打我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問他們嗎 你不應該來問我嘛 你應該問民進黨說 為什麼館長這麼支持民進黨 現在只是要你們檢討 還有要你們 要你們 要你們不要那麼黑幫 齁 要你們修個法 對人民有益的東西 為什麼你他媽的 都一直巴的對付館長 整天新聞布天蓋地 整天車衣布天蓋地 一定要說我公司是黑幫 對了啦 跟大家講一個法律 最後啦 好11點半了 我跟大家打一個法律 我發現 真的啦 我發現這個吳醫生 就是我告的這個人 他又在那邊亂講 吳醫生我跟妳講 你現在打的話 我們都會給法官看 你打這個話 只是 你在法院開庭 更不利而已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我去吳宗憲這一庭學的 學的 學的一個最重要 之後當然我也遇到同樣的事情 我就不會這樣講 因為後面我都不會這樣講 我給大家一個法律概念 譬如講 我說民進黨是黑幫 這是我對民進黨嘛 對不對 那 你 反過來說 陳吉思汗 是黑幫 是有前科的黑幫 黑道公司 我跟大家講 那你的答辯是不是 會到法院上去 會跟法官說 法官會問你嘛 譬如講 吳小姐 你有沒有說 人家公司是黑幫 這時候你會 你一定會反射性 就像反射膝蓋一樣 就像開APA染教會一樣 反射動作你一定會講 可是館長啊 他說民進黨是黑幫 民進黨也不是啊 這時候你就落入了 你就是沒有法律知識了 當然所有人都會反射出這句話 好這個到底怎麼來的 我跟吳宗憲吵架 我跟吳宗憲吵架 吳宗憲是不是罵說 網紅都是屁 都是屁 沒有素養 沒有什麼的 我在法院上 我也是直接跟法官這樣講 法官的意思是說 陳先生 如果你對吳宗憲這一般言論有問題的話 請你另外 請律師對他提告 但是今天這個案子是 你為什麼罵吳宗憲吃小的事情 那如果他罵你的部分 你在告他吧 意思就是說 我講民進黨怎麼樣 用甘的牢狗 他不是你答辯的理由 各位懂我意思嗎 各位你懂我意思嗎 那民進黨 一個政府 本來全民都可以質疑他 如果大家質疑政府 就要被告回報 被告妨礙名譽 今天我跟各位講 不是民進黨不告我 是因為民進黨知道告不成 你現在喊告 只會被大家堵攔而已 如果民進黨告得成的東西 他絕對不會放過我 各位懂我意思了嗎 是因為他真的要告不成 你自己都有新聞的 那麼多新聞的 你放黑幫 你去接見黑幫 還有你後面那個 有黑道背景的 在總統府欸 開玩笑 難道不能說 這把政府現在被黑道架空嗎 你不說你在告我啊 問題是我也很懂 這個東西告不成 你以為他們不想告我啊 想告要死啊 告不成啊 聊天室裡面有沒有律師 有沒有律師 我講的對不對 不要跟我來這一套 我只能講 如果 如果 這樣子你可以賺到流量 你覺得上法院 然後陪我 然後去走那幾趟 然後最終 陳岸 然後判賠 然後你覺得這 他的流量有高一點 有一些 有一些人會去支持他嘛 討厭我的人自然會去 按他讚 甚至是今天嘛 今天的新聞 人家說 你對幹館長幹得不錯 你要出來選內湖的立法委員 大家有沒有看那個新聞 這叫做政治紅利 所以他們政治人物是非退座不重要 重要的是讓自己曝光 你懂我意思嗎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這個策略是成功了 他現在 讓人家看到他 他現在也有想要人家提名給他 去選內湖的 就是跟高嘉瑜對幹啦 喔 選內湖的立委 所以說他們這種人 他們有上下限之分嘛 他們會覺得自己在做對的事情嘛 其實大部分還是為了自己的位置去考量啦 所以跟我對著幹 有流量阿 他如果認為滑得來 喔 這個東西慢著一年啦 快的話 八個月 九個月結果就出來了 好不好 八個月九個月就出來了 喔 好不好 民進黨 有誰打嗎 我昨天就看到一個 政論節目都在講我了 你去看政治道了好不好 唉 我懶得跟你講啦 電視台打我就等於民進黨打我啦 我 我跟你講一個概念啦 我以前跟民進黨很好的時候啦 我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我以前跟民進黨很好的時候啦 我不知道什麼事情 喔 就是新聞亂報 然後報我的是誰 民視跟三立 其他反而沒報喔 不知道什麼事情 不知道我在罵誰 然後他 他也是嘛 去由去委去 我就打給立委 大家都不要問我哪個立委 我就說 幹你娘咧 這裡民進黨的台 你這樣把我殺 下午4點看到的 晚上6點拿掉了 整個拿掉喔 消失在 youtube fb 網站都找不到 全...全...全砍 我講這個道理給你聽就好 今天你愛我啦 他們連政論節目都不敢講到我 你去看那個政治道把我講的有多慘 大家也不要去看 拜託 不要去看 我不想增加他的流量 拜託 求你們 你們也不要去看那個沒有營養啊 沒有營養的節目 我只是說 就這樣 他們就是可以完全控制 發什麼新聞 做什麼節目 來賓誰 今天準備幹咬成之戰 幾個 好 好大約提高什麼對一下 好上 不然為什麼上 正論節目都一樣 藍的 綠的 都一樣 前面都要給稿 都要對一下 今天要討論什麼事情 我們大約要怎麼講 你... 你... 你看這樣全部的台啦 只有林北的台 沒跟人家read的啦 只有林北的台 沒在read的啦 我手上都沒有稿 我旁邊也沒有讀稿機啊 幹你娘幾歪咧 我頂多桌下 有女粉嘛 兩三個女粉嘛 現在在我桌子下面嘛 這邊有讀稿機啦 哈哈 嘿嘿 好不好 我跟你講啦 我們可以來做 無數的辯論 無數的答辯 今天我們來講道理的時候 你已經看不到館長喔 用字淺詞 是很粗魯的 我這個人可以很粗魯啦 也可以很溫柔啦 也可以很斯文啦 好不好 在床上更是 哈 你今天我要辦國王 我就是國王 我今天我要辦努力 戴眼罩搖一顆球 我就是努力 哈哈 我這個人可塑性滿高的 喔 跟我做愛的有關係 哈 就是這樣 什麼皮鞭蠟燭的阿 皇后阿 什麼女王阿 我都會叫 哈哈 是是是是是 好不好 欸 可塑性高 你要跟我辯論 你要跟我講什麼 我都可以跟你講 我講了之後 你也完全沒有辦法反駁 真的沒有辦法反駁 你說民進黨沒有對付我 嘖 放狗屁阿 這麼大阿 你把我抓阿 新聞都 新聞都可以 我跟你講 大家可以去看 其實大家比較有心可以去看 鏡週刊 他最厲害 鏡週刊就很像側翼阿 他就是很像 三立民視不敢報的東西 就叫鏡週刊報 鏡週刊之前要被民進黨扶上電視台 後來輿論太大被打下來 大家知道嗎 鏡週刊 鏡週刊見電視嗎 他就是民進黨扶 所以你會看到喔 Yahoo 像東森 像TVB 他們有時候會轉述新聞 因為 同業嘛 結果你看他的 你點進去之後 他會有一個 下面有一個 誰提供 或是轉述哪一個媒體 大部分你看 罵阿管的喔 大部分 都是鏡週刊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 因為出事了之後 你要告媒體的時候 這不告我們的事 欸不是我們三立民視阿 三立民視比較大台嘛 你不要說我們黨政軍嘛 他就是用小週刊 金週刊寫的 你去告他阿 你去告他阿 所以大家仔細看他們的操作 你們不懂沒關係 館長明天 館長日後 一步一步來教大家 他們怎麼操作的 為什麼要這樣做 原因是什麼 這個我很熟 懂了嗎 欸我沒有罵你喔 這不是我們喔 不是民進黨喔 是激進黨的 有沒有類似這樣 欸我們電視台沒有罵你喔 所以我們截錄了 金週刊 的新聞喔 可是 你們爆出來了吧 阿大家人民會想拿一個週刊嗎 這就是他們一貫的手法 他們應該是一貫的手法 去年快樂 他到最後一會兒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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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講一個東西 我今天 我才在跟我股東在聊 我說以前我們在混的時候 各位有在混的話 或者說兄弟 你在混幫派 來現在聽我講 聽觀眾講 如果你也在混的話 以前我們在混 我們絕對不會去跟有錢人 跟正 我們不會去欺負窮人 我們都找有錢人 譬如講說就是工地嘛 不然就是跟一些建商 以前做都更嘛 都是跟有錢人 現在這個社會 他媽的 炸的都是 炸的都是乾坑人 我覺得現在的兄弟根本沒有道義兩個字 你不要跟我講幫派道義 你們這些人就是人渣 我也混過啊 只有你混是不是 我今天別良心講啦 兄弟要講道義 兄弟是什麼地方的仲裁者 人家講地方士生嘛 維持秩序的人 一些法律不能處理的 叫黑道去處理 人家也是 下回書嘛 下回書就是 有是非的 那是以前 現在的 我去找個工作 我就被壓在那邊上鎬 然後我是個乾坑人 我只是要找個工作 然後就把我壓著 把我人頭扣著 讓我去當車手 現在黑道是這樣耶 壓 壓 壓善良百姓 壓貧窮人耶 然後炸光他 割他的 媽的割他的器官 這個是黑道嗎 這個不是黑道 這恐怖組織嘛 這就恐怖組織了嘛 這哪是黑道 黑道要有義氣 兄弟要有格調 這個是 幹嘛 這叫兄弟 這已經不是了 我們在台灣 不是了耶 已經沒大沒生了耶 已經鐵鐵鐵鐵兵了耶 這是什麼 這不是黑道 這真的不是我知道的黑道 現在你去搞 你去找個工作 要被壓在那邊 上鎬 壓在那邊 然後關在裡面 然後裡面都有什麼人 裡面有有錢人嗎 裡面都是大家去求職的 什麼人會去求職 乾坑人嘛 什麼人會去找工作 沒錢的人嘛 想要 糊一口半吃的人嘛 現在這些人是 他媽的 直接對一般老百姓 這誰造成的 民進黨啊 難道今天 只有 全台灣只有發生一次嗎 那天看陳明文 他講一個很好的比喻 陳明文啦 他說啦 抓一支槍外面有九支黑樹啦 以他的理論啦 大家就看他的 他的他的他的FB 陳明文的意思是說 警方有抓到的嘛 譬如講說 所以現在外面 台灣的黑槍有九萬支嘛 因為他是用黑樹 抓一敵九嘛 黑樹九十趴嘛 十趴抓到了嘛 那我今天反問啦 你抓到那個 台灣青普在那壓人的 有抓到的啦 有抓到的一件 沒抓到的還有九件 有沒有人 有沒有很多人這樣 搞不好很多人都遇過 有沒有 還有被這樣的 搞不好有 不知道而已 黑樹嘛 所以這樣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社會 整體的氛圍 難道我們的政府官員 真的有在做事嗎 我以前在 大家都 很多人都混過 你跟我講 社會書社會書 這樣敢對 社會書社會書 這樣敢對 你 你要給人 拿錢 你不要強一些有錢啦 你要拿錢 你也是要強健康 去跟健康數而已 以前我們啦 你要安裝的時候 怎麼會去對 一般老百姓下手呢 怎麼會去炸一般老百姓 基本上我覺得 真的啦 如果台灣治安還是這樣的話 真的還不改變的話 真的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 我們今天我們台灣人民了 大家想一想 這個事情有多悲哀 我們今天人民已經不在乎說 政府是不是會讓經濟變得更好 已經變成這樣了 政府會不會讓經濟變得更好 政府會不會讓我們 有房子可以住 現在大家最在意的是 我會不會有一天 被這些壞人欺負 我會不會有一天去找個工作 我不會有人在路上走 走一走人家在掃射 我他媽吃子彈 前一陣子上個月就有人吃子彈啊 一個外送的 就吃子彈啊 我有沒有講錯嘛 他也沒 很多人都說 館長 誰會沒 你一定是有什麼 誰會沒事對 一般人開槍 這他媽超好笑的 上個月就有人中槍啊 他去送外送 就吃榴彈 就倒啦 對不對 對不對 在家就吃到子彈 就流彈就K到他啦 所以說 是在家是不是喔 在家 對啊 所以他在家 所以他是黑道了喔 所以啊 這種 這種東西你們還可以再找理由 找藉口 現在其實最重要的 我們人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台灣 讓台灣變得正常化 什麼叫正常化 其實就是 講難聽一點 就是我前面講的 做對的事情 什麼叫做對的事情 警察讓他變成 真正的警察 打擊犯罪 不是包庇犯罪 現在我看起來就是包庇嘛 這麼大的警察都會包庇的 警察讓他做真的警察 法官檢察官 讓他司法正常 看起來就不正常啦 一堆會放人家 進去特別接見的 一堆貪污的 一堆法官也都貪污的 檢察官還會去招待所喝酒的 這你他媽的跟我講 我們國家司法很正常 我們台灣的 台灣都知道嘛 台灣的安全就是靠三個東西嘛 警察 檢察官 法官 法官清判 檢察官要辦不辦 警察他媽的吃案 警察他媽的我們的長官忙著跟黑道喝酒 還辦黑道 這樣的東西 發生在2022年耶 我以為他媽的現在是1999幾年耶 國民黨還在執政耶 你不跟我講我以為現在是國民黨 我講難聽一點啦 國民黨在執政也沒那麼誇張 真的你讓我覺得 現在他媽的是殺小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是殺小 你們解釋給我聽聽 雅鈴喔 雅鈴喔 雅鈴我們再思考一下好不好 雅鈴我們再思考一下 所以說 跟很多 跟很多朋友講 跟大家講 現在 而且我好笑的是 現在網路這麼爆炸 大家都可以看到資訊 你們還敢這樣做 有一個典獄長 已經我覺得已經 我已經沒有辦法容忍這種事情 現在又多一個警察 就等於司法嘛 典獄長是司法系統的嘛 法務部 矯正署嘛 典獄長嘛 黑道 我再強調一次 黑道可以直接命令他 欸我要看人喔 明天要不要看 喔齁 你趕快來 沒問題 大家知道辦這種特見接見 真見那是非常難辦的 一通電話 直通典獄長 欸 我們要看人啊 喔 看了12次 這個你沒有跟黑道勾結 你政治人物後面的是誰啊 你敢這樣大出大力 就兩字申戒 不調查 沒有起訴 也沒有調查他 安全下樁 退休 退休金照拿 寄兩字申戒 這一個陳哲文 今天這個我給大家看的這個新聞 這個陳哲文 一模一樣 就他媽一模一樣 就他媽一模一樣 這麼大的官 一樣 沒事啦 我覺得這不是正常國家了 我覺得搞不好未來真的我們錄到什麼 或是真的抓到他們在也沒事 我們台灣是菲律賓嗎 我們台灣是柬埔寨嗎 我們台灣是他媽的 我跟你講民進黨執政真的沒救了 在這一塊我覺得看不到玻璃 看不到玻璃 也看不到執行力 我只看得到 互相cover 大家再看一次 不知道了看一下 都沒事啊 就這樣 你說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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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中共 這個東西 也是一個操作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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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開心的咧 你看看 蘇葵與以同意 你不要演了啦 蘇生昌 這就是你的劇本嘛 你安排的嘛 還與以同意 這就是你膠帶就是這麼做了嘛 沒事 放心 我們屁股 我們挺你 喔 我們挺你 喔 黃國昌也抓狂了嘛 黃國昌說什麼 看一下老師 脫了一個月 輕輕放假 其他警務人員大過八關 關關 關關相互 他就有... 吃了兩口 我不想聽國民黨講什麼啦 但是不要每次喔 國民黨有沒有親中喔 大家心裡面很明白 有些人有 有些人沒有 但是不要每次喔 我們在檢討 民進黨在貪腐 在黑話的時候 你又出來說 難道我們要投給國民黨 啊 空中保台了 我他媽現在超賭難聽到這個 我他媽超賭難聽到這個的 反正幹你娘咧 民進黨做什麼壞事 叫人出來洗地 永遠用同一道方式 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你要繼續這樣子的話那就好 那就繼續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那就繼續這樣子 齁 那我也去做壞事 大家都來做壞事就好 大家都去做壞事 大家都來觀商勾結 我觀商勾結 絕對比你們快 我今天 站在人民面 我 我跟你講 我現在的 防備又加強 又加強了 我人員又增多了 喔 其他薰弱箱也來裝了 怕我被開槍 我每天生活在恐懼之中 沒關係 那沒有關係 我現在都被民進黨側翼推到 反正你要打就打館長 他叫我們查的 好這也沒關係 你民進黨不查嘛 啊一個館長在那邊亂嘛 所以你側翼都是說來 排黑條款 掃黑是館長的 你就打館長 你就打他 不是有雞排妹示範給你們看了嗎 所以我在做不對的事情嗎 我做對的事情 然後民進黨的側翼說 要開一架開啦 好像我在做不對的事情 然後我們再接貪腐 你又說國民黨 又說抗中保台 我真的覺得夠了 如果要這樣子 台灣永遠 台灣人永遠 就是菇彩 跟 對中共接收 沒什麼兩樣 我寧願 來 你中共拿接管好了 中共辦 中共來了台灣黑道全滅 保證馬上滅掉 你在中共面前耍屌 你不講 打到你講 你不講 我打到你講 你懷疑 你懷疑 有沒有 沒有開始打 是不是黑道 不是 來 腳給我敲爛 來 左腳右腳 左食指右食指 來 捏他 灌水 你還拿鐵錘來 我敲死你 你講不講 就講啦 都糟了啊 我真的覺得 台灣已經走到現在這種狀況了 是非不分騰這樣子 我們出來講正確的事情 還要被政府旁邊的人支持 還要被一旦在撤意說 要開槍去開館長 這麼不合理的 沒有邏輯的 我們是在替人民的安全 我們是在講治安問題 我們是在接貪腐 就要被人家嗆說 好沒關係 不是側依跟我們一起的 站在我們 大家都是民進 不是這些人 一直站在我們旁邊 官長你講的沒錯 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不是喔 是幫著政府背書 欸 各位黑道大哥 看清楚了 不是我們民進黨 想要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民進黨多好啊 我們民進黨就是挺黑道 我們民進黨就是支持黑道 但是有一個人叫館長 他出來亂 喔那個點閱那麼高 所以我們不得不 趕快掃黑趕快掃槍 趕快弄一個牌黑 喔來演演戲 你要打喔 先把我把館長打掉 館長死了喔 館長死掉了喔 以後就不會再爆了啦 放心 我們繼續配合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沒關係 只要館長講什麼 我就會洗他抗中保台 我就會問他 喔那中國呢 喔他就打不出來了 民進黨就是一個沒有能力 對內政完全 完全不會的政黨 他就是一個 我講白的啦 喔 民進黨就是一個 拿著抗中保台 他是一個很大的保護傘 把自己罩在裡面 然後什麼事都亂做 亂做到最後被你發現了 難道你要投給國民黨嗎 難道你要怎麼樣嗎 難道你要被中國管嗎 我們是台灣人耶 這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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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是不是嘛 那我們的 我最近也想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我們台灣人需要工作機會嘛 我們那麼多人買台積電的股票嘛 支持台積電嘛 我也很 我也很尊敬當中摩先生嘛 但是 但是我現在講一句實在話 生意人就是生意人 他們的考量 我們不清楚 畢竟他民間企業 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我只是一個納悶啊 民進黨最愛的抗衝寶台 最愛的護國深山 最後工作機會給了美國人 然後幫美國人創造GDP 台灣人吃大便 然後還為了 這些房仲 這些政治人物 四處亂放話 唉唷台積電可不可以來台南喔 台積電可不可以來高雄喔 台積電可不可以來哪裡喔 然後房價漲300% 然後大家被炒房炒亂七八糟 大家都認為OK 我先買 OK 投資我先投資 OK 我先買 最終一場空 那其實這個東西 我們只是 我也沒有怪他 生意嘛 必死你死嘛 畢竟他是必死你死嘛 只是跟大家講 只是跟大家講 講清楚 讓你看清楚 不要幻想 好不好 不要幻想 不要幻想 阿有沒有電的問題 不要問館長 電的問題要問一個人 要問一個政黨 用愛發電民進黨 既然你今天敢組黨嘛 想必大家在網路上都可以看 非常多的政策 每次問到蔡英文 電的政策 他都講的喔沒問題啊 我們電很多啊 我們不缺電啊 他不缺電 你現在要跟我講 台 台積電是為了電力不夠 所以你意思是說 那我們反過來講嘛 台積電去美國 投資是因為 蔡英文在說謊 我們台灣電力網有問題嘛 是這樣子嘛 不管你怎麼說 該死的都是民進黨 沒有錯吧 我講的沒有錯吧 電不夠 電不夠不是我的問題 蔡英文說電夠阿 所以要廢核四阿 要廢核阿 他說電都夠嘛 我也支持他 對啊 因為我相信他嘛 他說電夠嘛 那我也說OK阿 對不對 21年 20年的時候 OK阿 我支持你阿 因為你們都講阿 蘇貞昌講 所有的立委都出來 我們電很夠阿 怎麼會不夠 我們電最多了 喔好 我信你阿 台灣年輕人也信你阿 反核反核 信阿 結果咧 台積電 台積電 台積電不投資 是因為 喔台灣電不夠 喔所以你意思是說 台積電董事長打臉 蔡英文喔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所以台灣人現在沒有工作 機會 要怪誰 要怪蔡英文囉 當然不能怪台積電 因為我講的嘛 人家是事業嘛 人家是 說我不要聽他自己拚起來 是民間團體嘛 你沒有辦法限制他 他要去哪裡投資 他的事嘛 我前面就有講了嘛 可是他不在台灣投資是為什麼呢 喔因為沒電嘛 喔沒電 沒電 沒電的問題 那要問我們政府阿 我們政府說有電阿 我們政府說有電阿 我們政府說電最多 電多到爆耶 所以我們不要用核能了 多到爆耶 對不對 那蔡英文總統要不要出來講 不出來阿 最 最 最挺年輕人的蔡英文 發 我們國家發生這麼多的災難 發生這麼多的貪賭 莫名其妙的事件 蔡英文總統 這麼挺年輕人 有跟你們 有出來直播 或是有出來 讓記者問嗎 回答我們所有人的問題 沒有 你聽不到看不到阿 一個政府如果是要這樣子 不聽人民的聲音 我真的覺得你們真的是他媽的 有愧於人民對你的信任阿 完完全全 完完全全 台灣人民真的是 夠了 受夠了 真的大家受夠了 拜託 我們 最後我只想跟大家報告 如果明年我還沒有死的話 麻煩各位 我真的要麻煩各位 我們走出來 我們上街頭 用我們的聲音 我們講給政府聽 我們不相信他們 我們要改變我們的社會 我們改變我們的社會 我們就是用上街頭 我們一定要影響他們的選票 好不好 因為明年不出來 我們沒有機會了 我們沒有機會了 因為 你要再等四年嗎 明年不出來 再等四年 五年 因為明年 明年還有一年嘛 我還是希望 大家 相信阿滾 我們今天出來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講一輩子 就像623 有參與的人 他也講一輩子 我相信阿 很多參與過623的人 他也 我餘有榮焉 在2012那時候下來的時候 大家有參與感 那相對的 這個事情 反黑遊行 我也希望大家來參與 如果未來 我們的政府 我們的台灣 真的把這些王八蛋 都趕走了 說該關的關 抓的抓 那各位都是 在我們那個時代 各位都是 可以留一個故事 給你的徒孫 給你的朋友 當年館長那個 我們有去阿 如果我們當年沒去的話 現在我們不會過這麼晚 如果我們當年沒去的話 法案不會過 很多事情不會改 所以雖然 我這個是很提前講阿 距離明年 我們還有半年 以623為前提嘛 還有半年的時間 但是我還是希望各位 可以相信館長 可以相信黃國昌 不要被新聞所影響 新聞你繼續做 因為反正這一個禮拜呢 你就是要打擊我嘛 你就是希望我不要把 民進黨現在最怕的就是 我真的把年輕人帶上街 而且 而且是辦成功的 他們就完了 所以各位 所以各位 我自從說要辦 我自從說 我跟黃國昌從那間那個影片 說我們要上街頭之後 這陣子是不是做了很多改變 大家有沒有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 所以你說這個恐嚇沒有用嘛 民進黨出來開始 排黑條款嘛 出來說 我們要掃槍掃黑嘛 有沒有看到 全國大掃黑嘛 掃槍嘛 然後沒有停止的那一天嘛 齁 然後徹底打擊黑金嘛 齁 我出來之後才開始有 你不要好笑啦 就是你白出來之後 你看不可以嘛 流到太大了嘛 所以 我們現在只用講 大家關心 他就緊張了 那我們明年上街頭 他們會更緊張 他們會更緊張 所以說 我們講一句實在話 台灣其實很小 人民要什麼 是自己真來的 真來了之後呢 就要看 你是不是一個為國為民的人 我講一句 我們的歷史 在網路上都查得到 想當初 民進黨早期 他們也是跟國民黨抗爭 也是街頭 也是一大堆人 那時候他們都是學生 包含陳其邁 陳菊啊 包含這些老的民進黨啊 這些人啊 他們當初都有被關過 他們當初抵戀這個窮學生 在街頭抗爭 為人民請 但是 他們成功了 他們掌握觀眾了 他們掌握群眾 他們掌握權力的時候 比國民黨更誇張 當他們掌握權力的時候 他們忘了 他們當年在街頭的那一刻 你知道很多 民進黨的政治人物 在選前 我看了好多 大家都喜歡PO 當年他們在百合花 是百合花吧 是什麼學運啊 就是很多年前的 二三十年前的學運 然後那時候他們都很年輕 其實他們PO那張照片的時候呢 我想要去問他 喔 我在這邊問好了 你看到你當年的那個樣子 那你看到你現在這個樣子 我只可以跟你講 如果當年的你 看到現在的你 當年的你一定他媽的 一定他媽殺死你 如果當年的年輕的你知道 原來你掌權之後 原來是像這個喇叭一樣 搞不好當年的你 他寧願上吊自殺 他也不要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一句老話 一句老話 權力會使人腐敗 這是真的 權力會使人腐敗 這是真的 除非 你相信這個人 他完全 不會貪錢 不可能貪錢 館長不敢說啦 自己有多 那個啦 但是我會貪錢 你現在給我錢 我也不知道要幹嘛啦 我只是希望我的公司 可以趕快 上軌道啦 大家可以賺到錢 員工可以持續下去啦 先生房可以持續開啦 至於說我賺到錢 我老實跟大家講 勞斯萊斯真的沒買過 但是車是坐了不少 那我相信一台勞斯萊斯 十台勞斯萊斯呢 也不會 我也不會去買 我也不會覺得 勞斯萊斯很屌 那吃喝 就這樣而已 我也沒有去過什麼 很高級的餐廳 因為我覺得 最美味的東西 就是 大家 我跟你們一樣 臭豆腐啊 蚵仔麵酸啊 蚵仔煎啊 甜不辣啊 觀眾喜歡吃的東西 跟你 因為我是平民嘛 肉丸啊 鹹酥雞啊 炸魷魚 有沒有 鹹酥雞我必點 炸魷魚 魚板 還要一份鹹酥雞 高棧塔一定要有 然後最好回家切個蒜頭來配 我吃的東西不是什麼 八二年的拉菲啊 什麼他媽的熟成的 什麼幾年的 他媽牛排 一塊要價五萬啊 我他媽真的對那種東西 完全沒興趣 牛排 我都吃到快怕 我自己就在賣牛肉的 你們可以買得起 我就是吃那個東西 衣服 我也沒有什麼愛馬仕啦 什麼LV啦 我只有 Notorious Notorious 我們的衣服都穿我自己 所以你說我這個人還有什麼慾望 我真的想要什麼慾望 除了熟桿之外啦 熟桿是有慾望啦 喔 不像聊天事情 聊天室的人都是沒有慾望 他們都壞掉了 對對對 館長實不相瞞 我的老二只剩下釀釀釀的公年 啊 所以說 反正等我十年啦 等我十年啦 我一直跟我老婆講 我老婆一直在 一開始很反對啦 他說你去 我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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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要選上啦 放心 絕對選不上啦 幹你娘 你看光說要帶 帶人民上街頭 就被五年前的東西都被收出來了 它很簡單嘛 要打館長 就把館長以前罵幹你娘的影片 剪成一個小時啊 你們要選這種人喔 就放上去就好了 就把 人民就聽 很多人民就投不下去啦 喔幹這個人 整天在幹人娘 就這樣就好了 但是我還是要選 選的原因是因為 十年後呢 大家都老了 我要證明給粉絲看 我答應你們的 我會去 好不好 這小事 我一定去 那這十年呢 我就好好經營我自己 我就好好的監督政府 我再也不站在任何黨 我站在一個人 叫做陳知漢 你要跟我交朋友 沒問題 朋友歸朋友 政治歸政治 講到政治 你就給我把事情做好 你不做好 老子節目開了就罵你 我一個人罵不夠 我就去找一些 我最近都想要找一些人來聊 找一些社會也有影響力的 或是說一些名嘴 然後我節目 大家一起來聊 或是一些媒體人 像我想要找Coco姐 其實我跟社會大眾講 這些媒體人 消息真的很靈透 消息真的很靈透 因為人家嘛 要爆黑料嘛 都會去找媒體人 所以他們這些人的黑料 真的是真的 就像陳哲文這個招待所 我不是跟大家講 兩個禮拜前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還沒抓 我就知道這件事情 我真的沒好笑 烏鴉也知道 我也知道 烏鴉跟我講的 黃國叉 後來又來我公司 館長 我跟你講一件事情 然後就拿 就拿給我看 我說 這個我知道啊 這個我知道啊 這個人家跟我講 他說 你知道 結果 結果你看 大家都知道 民進黨的 警察在幹壞事 大家都知道 他爆出來了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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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下莊 所以這個政府 還有救嗎 沒救了啦 幹 你娘勒 真的沒救了 真的沒救了 我們 我們不要 我們今天不要講說 我們今天不要講說 我們多厲害 但是 我們今天冷靜一下 哪一個政治人物 跟他管比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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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啦 館長 你不適合 你想要當什麼官 你不適合 是喔 啊他們適合喔 形象不適合 形象不適合 是講話嗎 像柯文哲 這樣子嗎 亂講話嗎 柯文哲 沒有做嗎 他沒有做事嗎 所以我說 柯文哲這個人了 我也不想多支持他 等下被你們唸 我不是多支持他 是他很可憐 我看柯文哲就是兩個字 Coren 我看到黃珊珊 可憐中的可憐 你不能說管想支持這兩個人 是他們很可憐 完全沒有任何的資源 就是多大便 就這兩個人 那你說支持嗎 也不是很支持啦 知不支持 再放在我們的心中就好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很可憐 就可憐而已 Coren Coren 好不好 我不會選 我不會選立委 我跟大家報告 我絕對不會選立委 我絕對不會選立委 我會選總統是一個 我有一個代表性 人生走一次 有沒有選中 不是很重要 但是立委我絕對不會選 喔 沒有用處 立委要幹嘛 我們講一個啦 台灣第一戰神 黃 黃 國昌 大家去看 你會懷念他 我覺得你們這些人都很壞 大家記得嗎 2018年2019年 大家記得嗎 他還是立委的時候 你們怎麼罵他的 啊愛演戲啦 幹你娘的演戲黃國昌啦 在那邊咆哮啦 在那邊演啦 為了自己啦 來現在你 現在你 把畫面轉回去 再看看現在的立法院 再看看以前的黃國昌 你們會覺得對不起他 有沒有 全立法院就他一個人在抓弊案 就他一個人在打貪 就他一個人對抗民進黨 對抗國民黨 就他一個人 就一個人 你等他下台了 然後現在立法院 你再也聽不到這種立委 你再也看不到這種立委 大家國民一家親 因為貪大家一起貪嘛 我講一句實在話 你再也看不到黃國昌這個人 也再沒有人在裡面咆哮 現在誰在裡面咆哮 你現在有沒有懷念他 你以前嘴過他的 你再回去看現在立委質詢的影片 再去看黃國昌以前質詢的影片 你就會覺得 真的很對不起他 也不要說對不起他啦 選民沒有什麼好對不起的 就是懷念他啦 我真想他 我真想要老師在立院 我真想要他 卡在那裡 在那邊跟他們大小聲 臭罵這些貪官污吏 如果今天黃國昌他還是立委 今天他就可以 去質詢陳哲文 如果今天黃國昌他是立委 他今天就可以質詢法務部那個典獄長 把他叫出來 當成媒體面前修理他 但今天沒有 沒有 沒有這個人 再也沒有 國民黨也沒有 所以你說當立委要幹什麼 你又要只是換一個人上去狗廢火車啊 我一洗 對方60洗 欸你那個法案那個法案那個法案 館長 靠北喔 幹你娘咧 你們家都偷 我們都要表絕制的咧 啊少數服裝多數啊 是沒練過小學啊 館長 喔我去幹嘛 我去幹嘛 你不蓋你不蓋 我不插你這個張啊 操 來表絕 來 要不要過 全部舉手 民進黨全部舉手 通過了 喔我在那邊跳 在那邊砸東西 然後在那邊你看 一個立法員之後 沒素質 喔 以前是黃國昌 咆哮 現在是館長在立院裡面 罵幹你娘 然後我又被黑了 這有用嗎 這有用嗎 你到底去立院要幹嘛 I'm still here Let's go 我覺得很好笑啦 我不屑當 我不屑當立法委員 可是這些立法委員是每一個都愛得要死 愛得要死 我認為當一個 大家聽聽看啦 所以 喔今天聊得比較晚 大家聽聽看 當一個官嘛 你要選舉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一個一個去握手 你為什麼要那麼虛偽 你平常會去掃街嗎 你平常會去蔡市長這樣一個一個握手嗎 當官的目的是為人民監督 為人民做對的事情 不是在那邊 去參加 啊你結婚 喔 大家這個新人啊 我立法委員啊 歡迎立法委員陳志漢 啊哈 大家好 嘿喲的啊 今天恭喜喔 我們這個阿翟啦 跟村莢的兩個要結婚喔 村莢的 阿不是好啊 把我們 寄名好啊 齁 阿不是好 把村莢處理一下 阿那好不好啊 在那邊當小丑 在那邊當婚宴 在那邊當婚宴 阿人贏到西人 來 我們恭喜 立法委員陳志漢 上前致意 一鞠躬 二鞠躬 三鞠躬 家屬打理 謝謝 謝謝我們立法委員 陳志漢 今天來過 我們致意 謝謝 是在 是該做這個事情嗎 是 是 台灣人都喜歡表面功夫 然後 然後再當這些觀眾 去貪污 要握手握手 媽的 然後上去 繼續不幫人民做事 繼續在那邊貪 台灣的選舉文化 我真的很受夠了 這在哪門子的 他媽的 他的問題出在哪裡 大家可能還不是很了解 他的問題出在 他這個標題 他這個標題 台網紅直播主染黑 亂帶風向孔誠社會亂源 那我們看他怎麼告的呢 他怎麼播的呢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這個是 又是進週刊 又是進新聞 又是側意新聞 那你下面 我講一句白的 這個